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超發兩萬億貨幣 印錢 印兩萬億人民幣 幹什麼呢 為了多生出五千萬個新生嬰兒來 就是 多生孩子 鼓励多生孩子 那么我们看到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以来 这个中共政府 一直在鼓吹 这个生第二胎 生第三胎 然后生孩子发福利 当然他给的那点福利 是吧 也就那么回事 那么不管他怎么鼓励 这孩子也多生不出来 为什么呢 中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普遍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他没有安全感 他就不问生孩子 特别是近些年 包括中国在内 尤其是中国 那么全世界也都是这样 高房价的地区 也是低生育率的地区 那么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套 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掏空六个钱包 买一套新房 供一对夫妻结婚 这样的事在中国 是一个标配 因为中国人本来就缺乏安全感 那么他在没有房 特别是女方 他就更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他就不嫁 不嫁 不嫁 那就自然就不生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看到过一个朋友 发过一条朋友圈 发过微信朋友圈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上帝更希望我们去做洗碗工 意思是我们生来就是奴隶 那么还说了一句 非常埋怨父母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养不起就别生 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养不起就别生 那么这个女孩 我知道他是一个 我们系称为香蕉女 那么这个香蕉女 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养不起就别生 那么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女性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他自然就不嫁 这个女孩到现在也没有嫁人 更不要提生育 还有一个女孩 我遇见过的 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华人女孩 是吧 曾经是个同性恋 这个现在呢 据说是改过来了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然后 这个也想要结婚生子了 然后说 他就是跟我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问我 你有这 你有那吗 其中问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我给你学学 他这语气啊 他说 你有房吗 你有房吗 这样问 这样问我 然后我就说 哎呦 这个 真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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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说 现在这女孩都 特别华人女孩 她 极其缺乏安全感 所以说 这个 因此呢 她就是 结婚的首要条件 就是要买房 那么我们 我们说 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么她 鼓吹超发 两万亿货币 以此呢 提高 生孩福利 那么我们看看 她背后 到底是想的什么 第一 习近平 近些年来 一直在鼓励 多生 开放二胎 开放三胎 开放完之后 没人搭理她 是吧 生意 现在的人都 养一个孩子都 是吧 就像 这个 扛着200斤麦子一样的状态 这种压力水平 更不要提她 还让她生二胎 三胎 但是搞笑 除非那个谁 那个名导演 那叫什么 有一个导演叫 拍卧虎藏龙 那个导演 是吧 他们可以生得起 那是给他们开放的 老百姓 谁会多生 一看没笑 然后呢 现在的特别军队里面 习近平特别重视抓军队 那么看到军队里面 这个 特别陆军 士兵 回族 居然成为了军队的主体 是吧 少数民族成了军队主体 这个将来是要出事 特别他 比如说 他镇压少数民族 将来 比如往新疆 派兵镇压 然后呢 派去的兵员 都是新疆人 这不是搞笑了吗 对吧 那成为伪军部队了 伪军占大多数 没什么战斗力 然后呢 汉军 没几个汉人 是吧 这就 到最后 只有汉军陆营能打仗 是吧 当然是站在满足的角度 是大清八旗兵都没了 然后变成汉军陆营为主力 然后后来 是吧 现在也是一样 汉军 汉人 不是军队的主力了 以后变成回族 这个维吾尔族 成为军队的主力 这不就是搞笑了吗 是吧 这个 所以习近平想鼓励多声 多声呢 那老百姓又不声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又出来这么一个搜主意 是提给这个 说是发福利 印钱发福利 福利发到老百姓手里 让你拿老百姓 拿着福利之后 你们去 这个生孩子 其实 背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近几十年来 比如货币超发 通货膨胀 那好歹它有一个资金的叙事池 而且它有流动性 它有房地产作为叙事池 而且这个叙事池 还得要有流动性 这是很重要的 它就是说 80后 就是这些人 70 80后 这些人 它买房生子 是一个刚需 它这些人又特别重视 生育后代这件事 所以说它就 把房产泡沫撑起来 它这个房产 既成为一个 大宗资产的叙事池 大量资金可以流向里面 比如说 但是流向猪肉 猪肉长到天上去 这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于是它选择房地产 这种大宗资产作为叙事池 然后它还有流动性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刚需 是吧 都要结婚生子 尤其中国人是安徒重迁的 那么 所以说 它既有足够庞大 这池子足够庞大 又有一定流动性 那么现在呢 是房地产抛货也破了 这个房产公司也爆雷了 甚至房产公司的这些大佬们 都要被抓起来问罪 然后是这个共产党杀年初 要拿他们宰了吃肉 那怎么办呢 那再印钱往哪儿流呢 流向股市 股市盘子才多大 于是只能流向 找别的找 就是找到了一个 这个 生麻福利 这样一个新的叙事池 虚拟叙事池吧 那么印完钱之后 发给老百姓 做福利 这倒是我认为 倒比 印完钱 扔到房地产市场又好 印完钱扔房地产市场 然后拼命盖那么多 空置的鬼城 鬼楼 没人住的空置房 用来炒作的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那以后要印完钱 真是作为生华福利 你别说这对民生 有那么一点益处 是吧 咱们也不能黑它所有政策 是吧 它政策也不是都很糟 这也有一定意义 不能说没有意义 但愿吧 那么今天这期 我们先就这一话题 聊到这里 就这一话题 我们下期再继续聊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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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